7月22日 黄晓明与徐若萱一起亮相北京 为电影《马的二号》寻传 这个夏天比较忙的蒙二哥黄晓明 原本未参演《马的二号》 但接到甘姐姐邱黎宽的电话 不仅易不容辞的出演 更成为了该片的出品人之一 当然小明就是比较倒霉 除了是我对以外 不但要演也得容辞 但不然姐姐垮掉 不然没什么好处 反正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孩子了 但是至于什么时候当父亲 我其实还真没想好 只是我现在真的还蛮喜欢孩子的 既然越来越喜欢小孩子 那结婚也应该提升日程 但黄晓明好像并不着急结婚 之前在某活动上 黄晓明表示并不排斥未婚生子 不知哪天二哥会不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